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对人类进化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一个龙骨 一个头颅骨为什么这么重要 那是因为出土的古人类化石是非常非常的少 举个例子吧 我们都知道周口殿原人头颅 发现了一个之后啊 到现在也没有再发现第二个 就是出土的古人类化石非常非常的少 发现一个 那就是极其的珍贵 为什么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就是人 古人的化石 头颅化石 骨骼化石 这么少呢 这在学术上也是有很大的争论 举个例子吧 恐龙都知道 恐龙绝迹在地球上绝迹 已经是七千万年了 七千万年 但是我们都知道恐龙啊 留下了很多化石 还留下了很多恐龙化石蛋 化石非常多 那么古人类呢 在地球上消失啊 却是仅仅是几万年 和恐龙消失几千万年相比的 古人类啊 古人类才仅仅几万年 在地球上消失 但是它的古化石非常少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谜 学术上有争论 只能啊 通过不断的挖掘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一档视频中 我们系统的介绍一下 现代人类的近亲 远古智人 远古智人的种类 还有远古智人和我们现代人的区别 最后再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些远古智人就消失 我们都知道啊 生物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要通过几万年 几千万年 乃至几一年 这个不断的进化过程 在学术上呢 有这么一个所谓的生物进化术 完全是一个学术上的分类 那么很自然 那是人类呢 是在这棵人生物进化术的最顶端 所以啊 在学术上有这个所谓的生物物种分类 在这个分类中呢 人和元都归属于同一类 叫做灵长木 分别是人科和元科 根据学术的考古研究 大概在六千万年左右 灵长木出现了 到了三千多万年呢 人和元也分别出现了 到两千万年左右啊 人科就是从元类分离出来 到五百万年左右呢 开始出现了人足 也就是我们现在五百万年前出现人足 也就是我们现在人类的祖先 所以人科呢 人科可分为人足 还有星星足 先说一下星星足 这有呢 大星星 这都是我们知道的 还有呢 就是黑星星 黑星星和大星星啊 尤其是黑星星 是人类 也就是所谓人足的最近的远房表兄妹 它的基因组成啊 与人类的基因相似程度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 具体呢 就是百分之九十八点八 百分之九十九吧 所以呢 它与人类有最近的共同祖先 对一般人来讲呢 星星和人长得非常像 对我普通人来说啊 唯一的区别人和星星 黑星星的区别大概就在于字体上 黑星星和人也就是星星足与人足 大约在六千万年前 我们就分家了 各走各的路 可以说啊 虽然人和星星 但在六百万年前 六百万年啊 很长很长以前 就已经分家了 分伙过了 但是黑星星的生活习性啊 和我们人比呢 还是很类似 比如说啊 黑星星砸食 既吃草也吃肉 还有一个特点呢 与人类非常相似呢 就是它的社会生活 黑星星也喜欢成群的生活 这个和人类一样 如果黑星星啊 你去看的话呢 黑星星它是成群成群的 一个个的 就像一个个部落群 所以啊 黑星星啊 与人足人类在饮食习惯很像 在社会活动上也非常像 所以不愧啊 我们都属于同一个科 人科 当然黑星星与人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也是很直观的 这就是人是直立行走 因此啊 人还有另一个称呼 是直立人 现就说直立人 考古学显示啊 在整个人类进化上吧 在生物进化上 直立人也和其他物种动物一样 也应该有呢 多种多样 许多的种类 简单的分类呢 就分为质人和非质人 据于怎么分质人和非质人的学术上 有争论 对我们来说吧 能做简单的 手指头的 加减乘除的 大概可能就是质人了 简单的 所以呢 所谓的质人 也就是我们的现代人 当然这个分类啊 很笼统 很笼统 在学术上还有争论 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证据 来巩固充实这些结论 还有很多学者呢 认为把人类分成质人和非质人 是完全错误的 非质人这个称呼啊 从一开始呢 就是不对的 非质人也许就是我们现代人 所谓的质人的主线而已 他就是进化过程的最早的 现代的人类 所以啊 很多学者呢 认为非质人和现代人 或现代质人的一样 也能够制作工具 所以正确的称呼呢 应该是远古质人 或者是早期质人 我们呢 是现代质人 所以早期质人和现代质人 也就是我们现代的人类 这个称呼呢 被大多数学者接受 我说这个意思呢 也就是说 当有人说 非质人和质人 有这么分类的 但是更多的呢 是分类为早期质人 和现代质人 现代质人就是我们现代的人类 早期质人呢 也叫远古质人 在学术上呢 分为几类 而这个分类啊 主要是根据考古学的发现而来的 因为考古的 我们前面说过 头颅骨和骨骼都非常少 所以这个分类啊 是非常非常的不准确 完全是根据在什么地方发现 就称呼叫什么人 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 来丰富和支持这些结论 那么早期质人呢 现在呢 基本上分为呢 几大类 一类呢叫 尼安特人 或尼安德特人 另一类呢 叫做 戴尼说瓦人 当然了 如果现在新发现 在中国发现 黑龙江发现的这种 龙人骨头骨 被证实是一类人的话呢 那将来还可能包括 另一个龙人 现在呢 主要就是包括两类 一个就是尼安德特人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戴尼索瓦人 这就是早期质人的分类 考古学发现和学术上呢 都支持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古直立人 或者是早期质人 可能在六百万年前 出现在非洲 那么为了生存呢 大概在 一百到二百万年前 古质人 或早期质人呢 先先后后的 前前后后的 走出了非洲 开始了浪迹天涯 所谓浪迹天涯呢 就是走到了地球的各个角落 那么也是现在 在地球各个角落 发现的人类 生活的人类 最早都是从非洲而来 首先说一下尼安德特人 尼安德特人呢 研究的比较多 不单是因为 他的头颅发现的比较早呢 而且还是发现的东西啊 也比其他的头颅呢 略微多了一些 所以呢 就研究的比较多 因为首批化石呢 是在尼安德特河谷发现的 以后啊 就把在这一带 这一类人呢 相似的头颅呢 都叫成尼安德特人 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啊 大多呢 都发现在欧洲大陆 现代考古学 还有基因学呢 这些研究呢 都指出来呀 尼安德特人的祖先 大概是在几百万年前 走出了非洲 尼安德特人有个特点呢 他是在非洲大陆外面 进化出来的 尼安德特人 这一点呢 过去啊 曾被很多人呢 呃 误解 或者是呢 故意呢 做作为 白人至上 或者种族主义者 说尼安德特人 就是种族主义者的 独特基因 不是这样 尼安德特人 可能是在 非洲大陆外面 非洲大陆外面 进化的 非洲人呢 并没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这是对的 但是尼安德特人 确确实实有非洲人的基因 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类 包括古老的早期智人 尼安德特人 都有非洲人的基因 怎么跑一跑不掉的 这是四十 这个图呢 列出来 考古的发现 那 尼安德特人 自制作和史 接下来呢 我们再说 另一类早期智人 丹尼索瓦人 顾名诗意啊 丹尼索瓦人 和 是在 丹尼索瓦三洞里 发现的 首批的化石啊 丹尼索瓦的化石呢 是在西伯利亚的 丹尼索瓦三洞发现 因此就称为 丹尼索瓦人 这一点呢 和尼安德特人 很类似 都是根据地点 来起立 也没有办法 因为你就 我们就发现了 一个或几个头颅 很难说 他们就完全是 不同的 竹类 或者人种 所以只能是根据 他们的地理位置 不同 简单的 就用在哪发现的 就叫什么人 就可以了 最主要呢 就是这个发现呢 是在西伯利亚 是不是欧洲大陆 是在亚洲大陆 所以呢 丹尼索瓦人 以尼安德特人呢 有相同的祖先 只是呢 他的生活呢 是向东迁移 应该是生活在 亚洲大陆的北方 这个图呢 就是考古发现的 丹尼索瓦人 自作和使用过的 简单的工具 对丹尼索瓦人的研究啊 遇到了很多障碍 当然了 主要的障碍呢 就是发现的遗骨 比较少 而最大的遗憾 就是到目前 还没有发现 丹尼索瓦人的头颅骨 这点呢 在考古学上非常重要 因此啊 目前对丹尼索瓦人的研究 大多是根据基因学 基因学的分析来进行的 更多的信息 还需要耐心的等待 考古学的新发现 下面简单说一下龙人 也就是中国科学家 在黑龙江发现的龙人头颅骨 因为在黑龙江发现 有个龙字 所以叫这个头颅骨呢 是龙人 虽然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 但是这个头颅骨的发现呢 在世界上呢 考古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我们说过 发现头颅骨 尤其是古制人的 早期制人的头颅骨 那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因为非常非常的少 那么对这个头颅骨的早期研究呢 现在呢 觉得呢 它类似于 类似于尼安德特人 而且它发现的地点呢 就头颅骨有点像 尼安德特人 那么它发现的地点呢 又在北方 有学者呢 更认为呢 它可能就是丹尼索瓦人的头颅骨 我们前面说过了 丹尼索瓦人 目前呢 丹尼索瓦人是在西伯利亚的一个丹尼索瓦 山洞里发现的 还没有 只发现了骨骼 并没有发现头颅骨 所以 这个所谓的龙人 是不是就是丹尼索瓦人 的头颅骨呢 还没有定论 中国科学家呢 说不是 是 另一类人 叫做龙人 所以啊 是不是 丹尼索瓦人 还是新的人类种群 龙人 还需要 耐心等待 更多的考古证据 和基因学研究 最后呢 我们在这一档视频中 讨论一下 古智人和现代智人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呢 就是大脑的容量 古智人和现代智人 谁的大脑容量 大一些呢 这个答案呢 也许 很惊讶 那就是 古智人的 大脑容量 大 而且大好多 这个图呢 就是比较 古智人 在右手车呢 是古智人 在左手车呢 是现代人的头颅骨 复原的头颅骨 或者是想象的头颅骨 可以看出来 古智人的大脑容量 比现代智人 大得很多 所以 第一个主要的区别 就是大脑容量 当然了 这个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 因为挖出来的古智人的头颅骨 太少了 不能根据一个两个三个头颅骨 来决定 所有的 所有的古智人的脑容量都大 所以最后呢 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现 来决定这个问题 至少呢 从目前来看呢 根据已经有的证据呢 现代人的脑子要小一些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 古智人的脑子大 而现代人的脑子小 脑子大是不是就更聪明呢 那么答案呢 不是这样子的 答案的结果呢 大概是因为古智人 古智人 他的自立自然不如现代人 他的视觉和听觉 都比现代人要好得多 这样就相当于动物 很多动物一样 听觉和视力 因为他们的行为啊 和寻找食物 完全是靠视觉和听觉 所以这两项功能呢 都要比现代人好 这两项功能 视觉和听觉是动物打猎 是必备的 所以现在一个观点呢 就是因为听觉 视觉呢比较好 所以在脑子呢 相对就要大一些 前面说过 这些啊 还需要进一步的 考古学的发现 来证明和核实 接下来呢 说一下这个古智人的优势 还有他的遗憾 这个图呢 就是古智人的想象图 你可以看到 个头高大 可以直立行走 很壮大 力量强大 了不得 所以古智人的优势呢 就是这种感官敏感 个头又大 因此呢 他的独立性呢 相对就比较强 简单说呢 就是说 不需要朋友帮助 就可以打猎 成功打猎 有肉吃 生活的就挺好 因此啊 古智人 他的一个缺点呢 就是缺少群体协调 因此啊 在最后啊 当古智人和后来进化的 现代智人的竞争中呢 就缺少了优势 反而被一群小脑袋的 现代人给打败了 这也是为什么 远古智人 他们啊 在当时啊 几百万年前 多生活在北方 在多生活在地球的北方 高原地区 属于啊 属于比较孤独的 这么一群人 当然 所有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呢 还都只是假设 仍然需要更多的证据 来证明 前面讨论过古智人 或早期智人的缺点和优点 那么现代智人 也就是我们现代人类 他的缺点呢 我们都知道他的优点 我们现代人类的优点啊 能计算能算数 要不叫智人嘛 那么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嘛 打仗呢 打不过老虎 跑呢 又跑不过兔子 还经常呢 能被很小很小的蟑螂啊 小老鼠呢 还能给吓一跳 但是 人类呢 必须群居 形成呢 团体和部落 这就是优点 这就是优点 因为人类 现代智人 有了那么多的缺点 打不过老虎 跑不过兔子 还能被小老鼠吓一跳 这都是缺点 所以人 现代智人 为了生存 为了 为了生存 必须的群居 形成团体和部落 这一下子 缺点变成了优点 人多势众 就有了竞争的优势 直到现在啊 现代智人呢 现代智人呢 仍然是现代智人 仍然是整个世界 整个地球上 生物竞争中的佼佼者 第一名啊 所以说啊 现代智人 单个出来呢 谁也打不过 可是啊 能抱团一群人出来啊 在地球上 打遍世界 可以说是 没有敌手 所以最后呢 就说一下 为什么古智人 或早期智人 就消失了 或消失绝迹了 现在就没有了 古智人和 古智人和现代智人 和我们现代人类呢 一种早期的说法呢 是两种不同的人类 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说法呢 是现代智人 也是古智人 从古智人 进化而来的 就是由古智人 然后呢 又逐渐进化出一种脑袋小的 现代智人 结果呢 脑袋小的现代智人 生存下来了 而古智人 而古智人 脑袋大的 生活能力强的 能够独往独来的 古智人呢 本来是很有优势的 结果呢 却绝迹了 为什么呢 一个说法呢 就是古智人的部落比较小 独往独来 分散 因此啊 交配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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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不到配偶啊 所以好不容易找到配偶 成立的家庭 就形成了 近亲交配的就多 在动物界 我们都知道 包括 包括老普狮子啊 都 他的 都有个 他们虽然不知道 但是都有一个方式 避免 避免这个近亲交配 那么古智人呢 因为有一些智力 结果反倒近亲交配的比较多 那么百万年下来 近亲交配的缺点就越来越严重 直至绝迹 可谓自生自灭 当然 这还是一个理论 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 另一种解释 为什么古智人 现代都消失绝迹了 这个呢 大概就容易解释 也被更多的学者 接受了 就是古智人的消失啊 不是他们 自生 自灭 而是人类 而是人类互相厮杀的结果 具体说 就是古智人呢 被现代智人给消灭了 考虑到现代智人 仍然在互相厮杀 所以 这个假说呢 似乎是合情合理 也被更多的学者接受 知识那个论点呢 就是说古智人 早期智人消失呢 是由于现代人类 现代智人 给杀光了 知识这个论点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现代智人的出现 或者是通过进化 或者是走出非洲呢 现代智人呢 出现呢 是在五到十万年前出现的 而远古智人的消失呢 是在四万年前 消失绝迹的 也就是说 现代智人出现以后 或者是走出非洲以后 远古智人 才彻底消失绝迹 这就是说啊 远古智人 早期智人 和现代智人 他们呢 是有交往的 有交流 也可能有交配 形成家庭 他们是生活在 同一个时期的 证明这一点呢 就是现代人类 现代智人 现代人类 我们自己就带有 古智人的基因 就早期智人的基因 还在我们现代人类里头 可以说啊 远古智人 作为一个群体 是消失了 但远古智人 的基因 并没有消失 我们呢 仍然是他们的影子 远古智人还在 我们呢 是他们的影子 这个说得很好 最后呢 谢谢朋友们的观看收听 如果有问题呢 欢迎在留言区 留言讨论 如果喜欢这档视频呢 也请点击 右下角的订阅 以使我们能够 继续制作 相关题目的视频 谢谢观看收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